最近,美军针对叙利亚境内的攻势加强了,大有一举拿下的气势,以此来分散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兵力。 据报道美国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,已经在地中海集结完毕了,英国的派出核潜艇和战俘巡航舰前往地中海和美军航母汇合,这里还包括法国、德国和意大利,大批大批的军舰和潜艇往地中海集合。 这时叙利亚的境内进入一级备战状态,防空火力全开,因为地中海集结了五个国家的战舰和航母还有核潜艇。 据报道地中海一共集结了25艘舰队以上,起码三个核潜艇,直接逼近叙利亚拉塔基亚军港附近一带。 而根据俄罗斯给出的报道更加吓人,最少有400枚导弹已经准备好,向叙利亚境内发射,面对如此之多国家的压迫。 俄罗斯派出派大量防空部队前来增援叙利亚,这个时候俄旭联军很冷静地应对各种问题,随着美军在叙利亚境内的实力慢慢缩少,伊德利布的决战时候可能就是五个国家对俄旭开战的时刻。 根据美国消息报道,美方声称,不要试图挑战美军的底线,更不要小视总统开战的决心有多强。 这消息一报道出来,立即引起俄罗斯的重视,但是随着叙利亚第四坦克装甲部队打向突袭战的时候,这意味着美军挽救的机会将会失去。 这时美俄双方在伊德利布的交锋才刚吹起号角,可能五大国家的空袭就会到来,俄罗斯向叙利亚政府发起疑,即空袭警报,所有防空武器全部被占状态。 对此大家怎么看?欢迎在下面留言点赞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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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